本节目是由TESTV西夏食品品牌 脚尖流口水自己赞助 自己播出哦 嘿嘿嘿 你是为人们提供能量的精灵 虽然小巧也在所不止 你是原装的 虽然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但你每年都如约而至 而今天你不再到来 而今天我们记下你 我们将永远热爱你 我的五福一安兄弟 伴随主人改变了世界的一颗充电头的缺席 或许成就了今年iPhone最大的改变 环保 一年前我告别了iOS 今天我又拿起iPhone时 最大的感受就是 它与安卓终会殊途同归 它们互相借鉴互相融合 到后来你不必纠结 哪一家的体验都不错 甚至你会把两家搞混 有区别的是 这世上只有一家苹果 而安卓多得很 一开始我会觉得iPhone 12 Pro更适合我 Pro Max还没到 但是感官上太大太沉 我是不会喜欢的 12差了一颗长焦摄像头 对于喜欢拍照的我来说 差了一个世界 iPhone 12 mini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惜单卡也差摄像头 还迟到了两年 苹果为什么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或许商人就是商人 也或许是我太刁钻了 外观没有什么设计可言 无论是哪一款 iPhone 12 Pro别买金色的 买了金色就更别买这个手机壳 本来想来个负负得正 没想到负得一塌糊涂 丑死了 今年的Pro又大了一点点 几乎察觉不到的 比11 Pro大了一点点的屏幕 像我这样的手拿住也不是难事 只是这个尺寸回归直角边 各手 当初iPhone 5就是为了颜值 而牺牲握持感的一代 而现在这么大的机身 个影是肯定的 但是平平的屏幕 在用过了曲面屏之后 忽然觉得它挺规整的 有一种简洁的美 但或许也有人会觉得它很传统 不过重点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它的边框很窄 瞧这大黑边 所以见仁见智吧 这即便是美 也是一种从iPhone 4 5就传承下来的美 而并非现代苹果的设计 现在的苹果谈设计 算了吧 依旧丑的摄像头 三个燃气灶依然很火 Pro的摄像头比12的还要再突出那么一点点 苹果就是把以前各代的设计语言混搭一下 草草了事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它的本事好了 照相和录像是最大的改进 除了环保以外 心静下来用它的长焦 你能找到很好的角度 仔细调整一下人像中的各种参数 比如光圈大小 确切的说是计算背景虚化程度的多少 光照模式 找点前景 背景的亮光 你能拍出好玩好看的照片 有时候人像模式也可以拍物体 这时你要等它识别出来 需要点耐心 要是直接有个大光圈模式就好了 对了 如果活在美颜世界的小姐姐们 你不必买Pro 12就好 谁会用一个长焦把自己的脸拍成大饼给人家看的 看到这个了吗 如今一倍镜头也能人像 就是在广角端的背景虚化 这样的照片或许更能被小姐姐接受 玩相机的人都知道 广角是难有很强虚化背景效果的 除非光圈超级大 所以手机算出来的照片难免有些假 你最好再编辑一下 把F值稍微加大一点 对 就这样 只是苹果的相机真的很还原 它自带的几个风格 没有一个对我胃口的 所以色彩上面 你还是借助snapseed什么的 想要美颜的朋友 换前置试试 Apple Pro Role 还没出来 或许在Max和Mini的那期节目中 咱们再试试 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富士的X-Pro3 要不我拿它也拍两张 比较比较 所以你一定不要用相机去比较手机 一比较 我就会问自己 我为什么一定要花一万多块钱买一部手机 然后说自己是专业人士 非要拿个手机去照相呢 而且你刚刚看到的iPhone拍的小姐姐都还不错 那其实是小姐姐好看 跟手机有太大关系吗 一般人记录生活拍出来的照片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要不要长焦其实也无所谓 不是还有数码放大吗 嗯 我对Pro的欲望降低了一点 当然 有朋友一定会买它来拍摄视频的 是不是你也想做一个视频创作者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如果踩起步 iPhone 12 Pro完全能胜任你的拍摄工作 记住 这时候一定要Pro 甚至是Pro Max 只是你要为它配一个充电宝 iPhone那点可怜的续航 可是个老火事儿 12和Pro都有的10位HDR杜比视界 12 4K 30帧 Pro 4K 60帧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看 做一些简单的拍摄 无论数码产品 生活方式 还是美食都不在话下 防抖出色的好 你大胆跑起来也没事儿 色彩也不错 关键是小巧 你还不用配置一堆附件 大大降低了你的工作疲劳感 拍摄完成 打开iMovie就能直接剪辑 或者拿出你的iPad LumaFusion 对 我们不止一次的推荐过它 它现在也支持XML输出给FinalCat Pro X了 牛 看看成品 哇哦 厉害 看到鬼影了吗 眩光甚至比前代iPhone更胜 移动延时也没有前代iPhone算得稳定了 这是在开倒车呀 这些都证明那些唬人的称谓和数据 并不能让你的视频出色又出彩 况且一般人拍出来的都是这样的 光线再差点 杜比世界 无论什么世界都没辙 手机就只能这样了 在你的视频创作事业逐渐成熟时 在好多手机也没办法升任你的工作了 因为你一定会去追求画质 看不得噪点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会经常拿它来拍摄视频搞创作 这些听起来很厉害的词语 在光线面前 在哪怕是ZV1这种小家伙面前 都显得苍白无力 请记住 起不可以 一旦上路了 完全不行 不要说什么拿个iPhone拍了电影的那些大人物 那是有团队的好吧 它展现的都是iPhone强悍的一面 你难道没发现 除了摄像机是iPhone 其他的都是专业的大家伙 有多少灯在那儿处着 那玩意儿 叫广告 好了 说到这儿 摄像拍照我对它的期望就没那么高了 它更新最大的摄像系统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我还买它个什么劲呢 总结一下 Pro并不是大多数Pro们需要的那种Pro 或者说Pro还达不到Pro们想要的Pro 又或者说 用这个Pro的必须配着业界顶级的Pro团队才成的了事儿 所以它还是一部手机而已 如果你不在乎钱 买它 又好玩又有面子 对 你别笑 面子也是社交关键要素 哇 你这就是最新的iPhone吗 可以啊 那它都有些神不新的文章 你看啊 那就12好了 好歹是个手机 没啥创新的12 创新 哼 我们只谈性能 好吧 没钱的我们还是看看12吧 绿色 好看 轻 比Pro轻了25克 完全一样的三维尺寸 完全一样的6.1寸屏幕 什么都差不多 少了一颗长焦摄像头 少了激光雷达 都选256G的话 价格也少了1700元 激光雷达在夜景拍摄上我几乎感知不到它的作用 但是在测量和A2时 那的确效果是杠杠的 你看这测距 准确啊 再看看12 你还得多画几个圈 你看这前后关系 我的手指是不是在手机后面了 前面的大拇指还有抠像效果 虽然还有进步空间 但在12上 这些都是望尘莫及啊 嗯 这样想想 又为Pro扳回了几分 好难抉择呀 还是说12 5G速度更快了 当然Pro也有 看到语音与数据选项了 启用5G和自动5G区别就在于 启用 骄横模式 有5G就一定用5G 续航会受影响 而自动 当5G并不能提供可感知的体验升级时 iPhone会用4G来控制电耗 那么这个独立5G呢 这就要说到5G网 有独立组网 和非独立组网两种方式了 按我的理解简单说 就是5G接入网 挂在4G核心网下 这就是非独立 可以利用现有的4G网络 成本低 覆盖更广 而独立5G网 就是完全新建 摆脱对4G网的依赖 纯粹独立 那么覆盖肯定就要差些 得一步一步来覆盖了 所以打开这个开关 就意味着就目前网络状况而言 可能网络质量会差一点 因为覆盖少嘛 但以后会有更好的体验 而且如果你插两张卡 就没法独立了 但你真的需要这么快的速度吗 我觉得日常使用4G也是够的 所以为续航着想 选择自动5G吧 至于信号如何 因为我们的体验时间还不够 我们在iPhone mini的节目里 再和大家说说吧 超磁金面板 4倍防摔 这么贵的手机我可不想去摔它 网上已经有不少的视频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一次是真的很厉害哦 只是貌似12的背板没那么耐摔 其实这种价位的手机 强迫症摔一下 哪怕磕个小印记都会难受三天 再看看性能 A14的性能是厉害的 日常使用 普通APP都没什么问题 至于游戏性能嘛 当然就要请出我们TESTV Play的头号分析师 摄影师给大家分析一下了 不卡 一点也不卡 就一个字 第五层 哎对了 我们TESTV的新频道 TESTV Play 大家有关注吗 是游戏节目哦 如果没有关注的话 再关注一波吧 MagSafe其实不算创新 在MacBook早年它就特别屌 为了防止扯线拉垮 苹果这个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牛皮了 不过现在这个设计嘛 有个作用 就是你可以一边无线充电 一边玩手机了 也算是无线充电的进步 妈妈的 这漏电脑 而续航因为有5G连着的原因 iPhone 12 Pro一天绝壁一充 多拍点照片 一天两充 而iPhone 12嘛 感觉好像还耐用一点 不过和动辄560瓦充电 还加大电池的安卓手机比较而言 iPhone两个家伙整体感觉都是充电又慢 持续力又不久 聊到这里 貌似12也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 很抱歉我给喜爱苹果的小伙伴们泼了冷水 让我们冷静坐下来仔细想想 我为什么要买iPhone 12或者12 Pro 退去它华丽的广告外衣 那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术语 它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你手里的iPhone 11甚至10s真的就不能再用了吗 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换部手机好像不花钱似的 而市场上手机间又非常的雷同 就像一直在看同一部电影一样 大家说来说去都是些变了说法的同样的东西 iPhone的体验一直都离不开系统 还有苹果的生态 单单一部手机你没法体验出它的好 比如晚间提醒睡觉这个功能 配合手表真的很舒服 它们可以联动 你不必一个一个去设置勿扰 它会聪明的在你的手腕上把你叫醒 而不是手机闹钟响 苹果的体验一直是基于iOS iPadOS WatchOS MacOS 在软件层面把你套牢 因为世界上就只有这一家苹果 而这些系统一直在精进 它们给了你持续的体验 所以当你更换一部手机时 它能注入的创新很少很少 更多的是执行系统的流畅性 便利性 苹果已经走上了强调性能的道路 它已经和安卓越来越像了 所以手握上一代手机的你真的有必要换代吗 没有 今天的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并不吸引我 我依旧希望手机就是一部纯粹的手机 相机就是我钟爱的相机 办公的电脑 阅读的书籍 聆听音乐的播放器 它们组成了我的生活 它们为我打造出丰富的体验 我不愿意一直低着头 所有都得依靠一部手机 TESTV给出iPhone 12七刀 iPhone 12 Pro八刀 而你问我买不买 我谁也不会买 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很丰富 如果非要我买 iPhone 12 mini 或许能打动我的心 当然 也只是或许 感谢你收看这一期iPhone 12 iPhone 12 Pro的节目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有点意思 请一定记住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把我们的视频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谢谢你 哎呦 真好 请问两位双十一都消费了多少呢 哦 我还挺多的 我买了一个小米的新手机 一个包包 还有一个硬盘 加起来的话差不多万把块吧 我只花了9块9 诶 你不行 嘿嘿嘿 9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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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双十一 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赶紧进我们的淘宝店 加购你喜欢的商品 因为11月1号的凌晨0点到1点 付款的小伙伴们 我们抽一个送小米至尊版首 还有就是今天晚上一定要来看直播 双十一 两个买13台小米至尊版两个送 今天晚上给大家一一解答 好 今天是iPhone 12的节目 但是iPhone 12的手机我们暂时不慌趴 因为还有iPhone 12的Mini和Pro Max 但是我们没有买到 买到做完节目我们一起趴 所以今天我们趴编导从美国寄回来的 GoPro全景相机一套哈 具体全套位置有啥子 你到我们的淘宝店去看一看哈 拍卖时间今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23块3起拍 喜欢GoPro全景相机的TESTV新寻宝淘宝店去看一看 嘿嘿嘿